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1月4日 黄马双杀萨克达卯难度 周四凌晨 欧关联率先展开二场争夺 其中一场是由地组的黄家马德里坐镇主场迎战萨克达 黄马在手循环就曾做客舞球大胜萨克达 前者拥有巨大的心理优势 此番再战更是坐镕主场之力 这三分对于黄马来说已是囊中之物 目前黄马在分组当中拿下二胜一负 手中握有六分可以说占据着出现主动拳 在手循环的三场分组赛 黄马的发挥大体稳定 只不过面对舒烈夫因为轻敌而遭到失利打击 在面对国米和萨克达的比赛中 黄马均保持零失球的表现 尤其是与萨克达的交手 本赛季状态火热的云尼斯奥斯 祖利亚和卡莲 宾斯马都有斩获 前者更是没开而渡 帮助黄马能够做客斩获一场舞球大胜 来到最近 黄马的表现也较为稳定 过去三场西甲 黄马获得二胜一合 其中就包括本赛季的首次西班牙 要养伤无缘出战 萨克达目前在本届分组赛当中三战只有一分 面对同组的三个对手 萨克达均无法取得入球 所取得的一分是主场和国米的闷盒拿下的 整体来看 萨克达的实力橙色不足 球队在欧关联赛场和国内联赛所展示的入球效率差距非常大 萨克达在乌超当中是步伐4比1 6比1的大胜 明显在更高级别的对抗当中 萨克达自身实力无法应付 才导致在两个赛场的表现差距如此巨大 此外 手循环与黄马的0比5惨败 也令萨克达认清了事实 黄马已经不是去年分组赛上被自己双杀的存在 此番萨克达来到黄马主场注定难逃输波厄运 阵容方面 后卫外 高路比恩卡 中场百特连奴和前锋阻力亚摩拉斯等人均应商必战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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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